开17万公里特斯拉老韭菜 但你来看小米速器有什么不同吧 跑车的前车头 虽然被人笑称宝石米 但开在路上你绝对会多看一眼 车头端是多光速 把手是隐藏电子式 轻轻按一下门就会躺开 终于不用教人怎么开门了 方向盘有更多功能 还有support的旋钮 按下去还有音效 变加了一个模式 可以开始 上车依标板会反转 让你有仪式感 上方还有56寸的HUD HUD效果超好 还带导航图字显示 整箱 两个高通8295晶片 反应速度有个快的 NVIDIA Drive Only 自驾晶片辨识超强 连旁边停起来摩托车都看得到 不用买FSD就有自动停车 我已哭死 QQ 竟然还有前车镜头 我快不行了 前车还有通风座椅 小爱同学 我在 打开通风座椅 已经打开了 无线充电50W快充 中控有功能快捷键 电动唯一有三段调整 帅爆 气压悬吊最高可以升到5G 中控下方还有大空间 还可以放小米配件 对奖金跟蓝牙喇叭 后座还有冰箱 太扯了啦 物理手套箱 这点特斯拉赢了 特斯拉手套箱可以上密码 车门质感做得很好 全部都有皮革包覆 前车箱超级无敌大 充电盖也是电动的 而且还能手动扳 后行李箱空间也很大 下方有一个置物空间 车顶上的绒布质感很好 后座空间超大 有三个拳头 有小挂扣能挂东西 还有配件能挂平板 后车门质感很好 全景天窗隔热超好 大太阳底下完全不热 这台车动力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本影片点赞破签 叔叔会另外再做一集 素齐更详细的讲解 喜欢这个影片 把影片收藏起来 或分享给朋友吧 我是盖瑞叔叔 关注我了解电动车更多知识